玉龙公司有感于外国的汽车工业 从设计、生产到推销都是一贯作业 而国内还没有一部由国人自己设计的汽车 于是决定改善这种现象 玉龙董事长吴顺文昨天宣布说 玉龙公司最近的新的计划就是因为投资20亿 成为一个工程中心 那么这个工程中心我们已经筹备了一年多了 正式成立了是在8月1号 在桃园龟山工业区的玉龙汽车工程中心 已经购置了全套电脑设备 雇用了48位工程师展开1200cc新型车的设计 全部的过程从构图、计算到规格的试测 都由电脑辅助 好达到最精密的程度 总工程师林师傅曾经接受了记者的访问 明先生这是玉龙第一次自己动手设计新车型 请您为我们说明一下设计的意义 是的 台湾的机械工业一直是在以制造为主的阶段 我们玉龙公司希望这一次 引用最新电脑协助测试、分析、计算的这些能力来设计一部新车子 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希望是我们能借助电脑设计 而后再借助电脑来制造 比如说引用robot、引用NC machine 像这些事情 那这个新车种设计完了以后 是在三亿工厂用机器人协助制造了 是的 我们的焊接部分将主要的引用机器人来做一些品质上非常精密的一些工作 这个计划大概要多久才能完成 一般说来车子从有观念开始 然后经过设计到最后制造推出需要五年的时光 在台湾我们的人力、物力、经验都比较有限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追寻到欧美的这种程度 能够在五年之内完成